新住民家鄉的傳統舞蹈 為一年一度的移民節活動 揭開序幕 在新竹市擁有一萬五千多位新住民 其中約有九千多位新住民女性 是因為婚姻關係來到新竹市定居 新竹市政府在每年屬於新住民的日子 特別舉辦相關活動 透過各式各樣的攤位 讓新住民朋友回味家鄉味 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把對故鄉的思念 不論是美食 不論是文化 不論是音樂 都可以在這裡來呈現 一解相仇 我想西武市是一個多元族群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也非常尊重 非常照顧我們每一位 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移民 那他們也都在這裡 落腳扎根 那也這個定譽了下一代 我們看到現場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這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特色 然後我們這個城市辦任何活動 都隨時有很多的小朋友 那這個是城市的生命力 跟這個競爭力 我們非常喜歡孩子們 在這個城市裡面奔跑 當天活動新住民女性 不但演出舞台劇 擔任活動關注 更親手製作菲律賓 越南印尼和中國美食 社長林志堅一一到攤位闖關 品嘗南洋美食 我們可以參加 然後可以一起認識朋友 認識大家台灣人這樣 因為我平常是很少叫朋友 出來可以大家 友人就會在一起這樣 大家聯絡感情這樣 今天帶是我們家鄉的是有名的咖哩 是有一點燒爛然後甜點 就是類似像千千糕 對對 就是用煎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比較少吃這個 我們印尼的像這種是比較有名啦 咖哩跟陳前糕還有別的 新竹市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 來到台灣已有一二十年的陳艾梅 目前擔任通意的工作 協助新住民了解台灣的法律規範 他也提到新竹市在近年 對於新住民的文化接納有很大的進度 12月18日其實就是我們的國際移民日 所以政府非常注重這天 我覺得除了讓新移民 他們可以展現他們的文化以外 其實他們還可以讓台灣社會看得更多的我們 我後來有發現近幾年真的 台灣社會的人對接納新移民的文化 越來越不會有一點抗拒的心 所以我可以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新政府這樣的做法 每年越半越成功我覺得這樣子 新竹市政府近兩年創立新住民職業技能訓練課程 五十九位受訓的新住民中 超過九成成功考取國家級美容證照 市府也希望透過生活適應 醫療保健 子女教養 教育文化等不同面向的服務 協助新住民順利適應生活 成為新住民的第二個娘家 台播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 這邊也有時間前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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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